大家好 今天我是带老妈去她老家看一看 现在在我的老家先吃个早饭 这都是我们早点常吃的东西 好亲切 这东西我就很久没有吃到了 像这个 饺子 炸饺子 还有这个 这个饼 我就没吃到 拿一碗拿一碗 一碗这个素粉 然后一个煎鸡蛋 一个这个油饼 一共7块5 大家觉得贵吗 粉的味道很好 找到童年时的感觉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 我喜欢吃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个了 不知道 还是那一次上房时就没有 这个就多少年都没有 就是你先喝汤先别吃 你一破了 从这个破的地方喝汤 很鲜的里面的汤 只要是不甜我不怕 哦挺好吃 很多年没吃了吧 你都汤都傻了嘛 傻的傻了 好烫 那你慢一点慢一点 这汤很鲜的 很烫 对不对 带老太太过来吃这个世界美的汤包 这谁说呀 老太太知道哪个好吃啊 一个人把这虾肉吃了 我吃了一个 我吃了一个 你都吃吧 你就吃这个挺好吃的 我吃鲜肉的 一样 这虾肉让人更好吃了 看你老太太高兴 我也高兴 生意好啊 我说老太太要了一份豆皮 两个人分 要不然吃不了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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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豆皮就得上老同城 你得有多少年没吃老同城的了 这才有五十年了 得有五十年了 我的妈呀 那个很假的时候 老爹大奶吃过 是吧 跟我爸那会在一块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也吃过 老太太本来说是吃不了的 结果全吃完了 那一个斤的时候好吃呢 吃豆皮就是来这儿 别的地方都不是都不叫豆皮 豆皮豆皮就那个皮子里面 必须要豆子做才行 没有豆子就不能叫豆皮 是假豆皮 然后还有它的用料 好吃吗 真好吃 真好吃 那么可能有的网友会问 为什么不多点一点啊 那老太太吃尽兴 因为我妈还有糖尿病啊 她其实在吃正面饭之前 已经吃了些东西了 所以说 她吃不了太多 包括我也是啊 我是也吃了些东西 所以我们只能潜尝即止 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讲 拜拜 下期视频